首先来看到这天气的部分 一早起床是否感受到气温流滑梯冷到不行 就在今天清晨封面通过 加上当路冷气团的南下 各地气温明显下降 而且全台各地越晚会越冷 最冷的时间恐怕会下降到8度 那么主要气象局发布的低温特报 在新竹以北还有宜兰几乎是来到10度 下一波更强的冷空气 预计在19号报到 水气增多恐怕是入冬以来的最冷 高山有机会下雪 大雾笼罩山头游客穿着羽绒衣 提着竹篓在温泉持煮蛋 不少游客来到清水低热谷 靠着热气取暖 大陆冷气团一早报到 全台气温溜滑梯 而这样的温度还会再继续 今天主要是封面通过 跟大陆冷气团南下的影响 所以可以感受上温度今天 整个温度都是往下降的 那这一波冷气团预计会持续到 礼拜一的清晨 那到了下周又会有另外一波 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 12号清晨封面通过 加上大陆冷气团南下 北部东半部出现局部短暂雨 越晚越冷 各地最低温来到12度 17号更是全台最冷的时刻 而在19号有第二波 更强冷空气来袭 水气增多成了入冬以来最冷 有机会达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等级 气象署也发布低温特报 以北跟宜兰地区发布了低温特报 是有局部可能有局部低于10度的这个温度发生的几率 那其他地区呢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这段时间也可能会来到14到17的这个低温 不止气温骤降也带来强风 台南以北恒春半岛和基隆北海岸地区得注意11级的强震风 迎风面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雨 在16号中部以北3500公尺以上高山有降雪几率 另外20号东北部地区2500公尺以上高山有可能会下雪 在今晚到明天清晨会有一波水气 如果水气跟温度配合也不排除有机会 雷两波冷气团报道 断崖石降温加上强风 保暖工作一定得做好 吉尔章群王嘉沁 台北报道